大家好,本次视频我们学习空间域处理方法去除胶炎噪声 掌握利用NV软件开展空间域图像去除胶炎噪声的原理和方法 具体来说是以下四项任务 首先结合我们的测试数据,对胶炎噪声进行识别和分析 再对空间域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做一个简介 然后分别用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对噪声图像进行去除胶炎噪声的操作 最后对这两种操作的结果进行对比 我们用的测试数据是单波段的胶炎噪声图像impulse noise.dat数据 使用的软件工具是NV5.3版本 视频的版权归属如下 首先我们进行任务一,胶炎噪声图像分析 使用NV软件打开Date文件夹下的胶炎噪声图像impulse noise.dat文件 由于它是单波段图像 所以NV自动显示为单波段灰度显示 将其扩展为适应屏幕大小 观察图像 我们发现 图像上地物的空间分布正常 但有许多黑色或白色的孤立的向源点 类似于把胡椒和白盐混合后随机撒在图像上 根据这些特征 我们可以判定它是胶炎噪声 胡椒噪声点对应的灰度值明显低于周围向源 白盐噪声点对应的灰度值明显高于周围向源 接下来进行任务二 空间域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简介 均值滤波是取每个向源领域内的所有向源灰度值的平均值 代替该领域中心的向源值 从而达到去除尖锐噪声的目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它的工作过程 假设这是我们带处理的图像的灰度值 首先我们将圆图像复制一份作为结果图像 再在圆图像上计算领域窗口内的向源均值 将计算结果附给结果图像中对应窗口中心的向源 比如说这个灰度值为0的向源 灵域内9个向源的均值是176 我们就把176付给结果图像的对应向源 然后我们使灵域窗口在圆图像上逐步扫描 并重复上述计算 直至扫描完整个图像 对比圆图像与结果图像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均值滤波处理后 圆图像中 灰度值明显偏高或偏低的噪声点被平滑掉了 也就是说达到了去噪声的效果 中值滤波与均值滤波相似 只是将向源的替换值 由领域内的向源平均值 变为了领域内的向源中间值 将领域内的数字从小到大排序后 取中间值付给结果图像中对应位置的向源 由于噪声点的灰度值明显偏大或偏小 排序后 其灰度值往往出现在两端而非中间 因此付给结果图像的值往往不会是噪声点的灰度值 由此达到去噪声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单位操作界面 进行任务三 均值滤波与中值滤波去噪声 首先是均值滤波去噪声 在右侧工具栏中选择滤波器下的卷积和形态学工具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点击convolutions按钮 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low path 即选择均值滤波 下面的kernel size 是用于设置卷积内核的大小 也就是我们领域窗口的大小 默认是3 也就是说窗口大小是三个向元乘以三个向元 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5x5或其他大小的窗口 另外由于我们领域内运算的结果 是要付给窗口中心的向元 因此窗口边长只会是基数 所以如果你点击上下箭头 会发现它只会以二维不长增减 image8 back 是需要我们在文本框中 输入一个0到100的数值 表示输出结果中有多少比例的内容来自原始图像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输入20 那么最终结果图像的值 就等于原图像灰度值乘以20% 加上均直化处理后图像的灰度值乘以80% 这样做的目的通常是锐化图像 在进行驱躁声处理时 我们一般设置为0 参数设置好后 点击apply to file按钮 进入convolution input file对话框 在左侧选择带处理数据 右侧会出现数据的基本信息 下方的special subsite 是选择要处理的图像的范围 默认的full scene 就是对整副图像进行处理 点击ok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图像输出为文件 选择输出到result文件夹中 文件名为lowpath.dat 将输出的结果图像与原图进行对比 发现均值滤波确实能够较为显著地去除胶岩噪声 接下来我们用中值滤波对原图像进行处理 其操作与均值滤波的操作基本相同 只是在convolutions按钮处选择median 即选择中值滤波 其他三数设置与均值滤波相同 输出文件名为median.dat 将输出的结果图像与原图进行对比 发现中值滤波也能够较为显著地去除胶岩噪声 下面是任务4 两种方法的去噪声效果对比 点击菜单栏中的vills 选择两窗口 将median.dat和lowpath.dat分别显示在两个窗口中 点击快捷图标 使它们显示为适应屏幕大小 左边是中值滤波处理结果 右边是均值滤波处理结果 对比发现 虽然两种方法都能够去除胶岩噪声 但均值滤波处理 使图像变得更加平滑、模糊 降低了原图像中有用信息的可辨识度 而中值滤波处理 不仅去噪声效果更好 而且对原图像的破坏程度小 为什么中值滤波比均值滤波 去除胶岩噪声的效果好 我们还是可以用例子来说明一下 当对一个向元点进行均值滤波处理时 如果该向元领域内有噪声点 那么该噪声点参与均值运算后 势必会使得该向元处的 晖度值运算结果偏高或偏低 比如这个晖度值为197的向元点 它不是噪声点 因此我们希望它尽可能的保留原值 它领域内有一个噪声点灰度值为0 如果运用均值滤波 结果值是177 与原值相差较大 但如果进行中值滤波处理 由于排序后 噪声点灰度值往往在两端 取得到中值 一般是领域内其他向元的值 与原值相差不大 因此均值滤波对胶炎噪声只是减弱的作用 而中值滤波可以一定程度的消除胶炎噪声的影响 所以中值滤波比均值滤波去除胶炎噪声的效果更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内容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